這個地方 function 做法上面我們一樣來看一下 那制定函數 我剛剛有提過 它跟sab最大不一樣 插入函數的時候 我們可以成績函數 一樣跟使用者要一個平均成績 按確定一樣會合格不合格 當然你可以向下填滿 這個是方法一 方法二的話就是一樣 跟使用者要一個資料 可是我要是abcd 所以一樣是平均成績 回來的話是abcd OK這樣子 那做法上基本上跟sab很接近 但是又不太一樣 那邏輯上我們逐一來看 我如果要產生一個叫成績函數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1先切到什麼呢 切到visual basic裡面 跟剛剛一樣 2的話呢 一樣怎麼樣 在模組 如果已經有模組不用再插入 直接在這邊呢 插入一個什麼呢 其實就這個 插入一個 function 名稱叫什麼呢 叫成績函數 按確定 因為這邊 剛剛邏輯一樣了 所以我就直接直接這樣帶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這邊呢 跟使用者要一個 一個什麼呢 要一個資料 叫平均成績 所以 平均成績的話會跳出來 這個時候使用者會給你一個平均成績 那你要針對平均成績做什麼 做邏輯判斷之後再輸出 因為輸出還是輸出到 成績函數 那成績函數應該接收到什麼呢 兩個嘛 不是合格 就是不合格 可是呢 你不能說直接拿過來 直接就輸出什麼 直接就等於什麼呢 等於合格或不合格 你當然你這邊 有兩個東西 所以如果有兩個東西要輸出的話 那你記得怎麼樣 就跟剛剛一樣 先做什麼呢 先在這邊做一個if if什麼呢 平均成績 所以你先打一個if 然後呢 如果平均成績 平均成績 假如是 大於 等於 六十分的話 那 一樣打一個 這個結構 我想不要漏掉 else 先打 and if 再打 所以我的習慣 一定會先把那個結構 打完 打完之後呢 再把需要放的 邏輯 如果為true的時候呢 那就輸出什麼呢 輸出合格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合格 反之的話呢 就是不合格 所以寫法跟剛剛還蠻像的 這邊拉過來 然後這邊的話加一個步 OK 好 應該可以懂 我在寫什麼啦 那再來的話呢 一樣的方式 把 這樣子寫完之後 當然你就是 在那個 這邊 插入函數 就會看到 成績函數 會跳出來 然後你就是給他一個成績 他會給你結果 OK 這應該沒問題啦 這個部分 就是寫完大概是長這樣子 方選 那一樣的結果啦 如果你要改成多重的話 寫法上 跟剛剛一樣 把這個怎麼樣 複製過來 改個多重 那 習慣上 這邊改 記得先改 因為如果有的時候常常怎麼樣 改了上面 忘了下面 一回來 奇怪怎麼0 因為 上面改了 下面沒改 常常有同學這樣子 然後呢 改法 這個我想跟剛剛差不多 如果這個平均成績 大於等於80的話 那我就改成 A 所以其實就是剛剛的動作了 然後這個怎麼樣 Ctrl C Enter兩 Enter一下 Back到前面貼上 然後這邊的話呢 改成L 那其實我是建議 寧可慢一點沒關係 但是一定要做對 不然的話呢 你又做錯了 然後又東改 西改 那很容易 就是還是錯了 就少一個都不行 不過這個有時候 可能要多做個幾次啦 說真的為什麼 我這些手啊 其實因為我做了超過 可能1000次有了吧 所以 閉著眼睛就會啦 這個沒別的訣竅啦 就是我比你熟啦 OK 就是這樣子 所以以後如果你做熟了 你也會啦 OK 好一樣的話呢 這邊改成D 成績 這樣應該沒問題啦 把手機判斷 你前面這樣 你要一直弄一整弄一整弄 一堆 這個已經算會做很厲害了 但如果說你把這個多重的函數做出來 那就簡單 而且 又快速 但是你想說 這個 跟 插入一個那個 這個什麼呢 這個制定函數 到底哪一個比較厲害 還有呢 那如果兩個都可以 但是有沒有哪一些是其中一個可以 另外一個不行的 特別注意喔 如果後面 我們有個需求 我希望怎麼樣 ABCD如果將來輸出 資料輸出了 可是我希望把它換個顏色 換個底色 加個框線 或者加個出底之類的 因為常常有沒有 像股票 或者 類似的資料 輸出的都一定會漲跟跌嘛 然後有一些 狀態 你需要去把它改變的話 那如果說你用 自定函數的話 跟各位講 自定函數呢 只能夠 改變資料 但是不能改格式 OK特別注意喔 誰可以改變格式 只有Sub才可以 OK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等一下 我們後面還可以再延伸 如果我希望呢 ABCD給四種不同格式 那 將來也許你就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剛剛的部分是那個Sub Function部分 Function兩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制定函數 裡面呢 再加上 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呢 一樣有兩重的 一樣有 多重的 OK 所以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好